车衣忧一直有脸蛋天才 漫画脸之称 一脸牛奶肌肤走天下 不过在韩语圈 似乎每个艺人都逃不过与整容有关的话题 车衣忧到底有没有整容 曾经一度成为网上讨论度极高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车衣忧的颜值 先来看一组她的憋照 在照片中 车衣忧虽然穿着校服一脸稚气 五官相当立体 皮色白皙 漂亮的脸蛋加上端装的气质 十分有辨识度 整容传闻不攻自破 穿衣优势 睫毛巾 眼睛大 加上英气的眉毛给人距离感 祸参加持 笑起来是笑眼弯弯的 综合上面的英气距离感反差结合 脸型很正 给人很端正的优等身好感 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优秀的脸道就被盖章认证过 1-1-1的黄金脸型约65度的雕刻鼻梁 真的让人羡慕不来 超过180厘米的高挑身材 头肩比例好 上镜好看 发亮组且脸小露额头也不换面 西中高冷 西外清新阳光 是个可可爱爱的奶狗 尤其是这张阳光笑脸 让外貌协会姐妹们毫无抵抗之力 不愧是统一范圈审美的男人 不仅颜值爆表 久近年的笑眼大帅哥车银忧还是学霸 成军馆大学的高材生 总之车银忧的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 是偶像剧男主本主将指数本数了 不过在新剧女神降临中有网友指出车银忧脸垮了 脸蛋天才颜值翻车 变胖发福认不出